一版上面的第十九页 这个实际上那个小F 实际上就是Python里面的format的意思 格式化 所以做完你会发现其实也没干嘛 只是去HGP帮我产生 而且我不要BF 结果的话 应该就OK了 其他的话就是 BMI的分类 然后帮他执行一下 所以一样的方式 就是输入他的什么 他的体重 体重输入一下 所以他先体重 不然没差啦 如果你要颠倒两个 程式上下颠倒一下也可以 体重六十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Enter 再来就是身高175 Enter 有没有 这样的话 有没有看到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了 就是这边 点 冒号 点2F 这个的语法可能 比较特殊 但是 蛮重要的 常常会遇到 那你说老师 我要取到小数点第三位了办 那就点3F 比较好的 一直可以推 如果我要取到小数点第一位 那这边的话就点1F 这个F的话 其实应该指的就是那个Float 小数点的意思 小数位数的意思 OK 然后它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诶 这样就写完了 OK 有QGV真好 不然以前我们光要写这个程式 我记得好像 光讲逻辑讲完 然后开始写 然后分两阶段先BMI 然后再逻辑判断 光这个最快可能也要 说三个小时讲 讲完这一题吧 三个小时 他说 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没有QGV 你说你怎么 如果有QGV 当然快很多 OK 我是说没有QGV之前 因为QGV是前年底才出来的 对不对 而且前年底刚出来也没有人知道说原来可以这样用 对不对 就像说用这样的方式来写程式 说真的 你以前会想过原来是这么方便的事吗 对不对 OK 而且我刚开始还怀疑 我刚才也觉得是不可能 而且如果这样可能的话 那我们老师以后要干嘛 那你们都用QGV就好了 那我们要开什么课 对不对 以后 我后来想 没关系 让我们开另外一个课 教你们如何用QGV写程式就好了 对不对 就不要一直在教你们 你们也不喜欢听的内容 对不对 说真的 你们不喜欢听 我还不喜欢讲 每次讲那些你们头很痛 我也很 我也很不愿意 但是以前不讲也不行 对 可是问题一讲下来 那就真的非常冗长 那我觉得QGV他的优势就是说 他可以帮你产生一个范本 不保证说百分之一百 但是你还是需要具备哪一些能力 就是你要知道改哪些地方 不是说完全像我刚刚改了一个地方 你不要说连改都不会改 对不对 还有我习惯把这个换行把它拿掉 因为我觉得换行有时候占空间 所以我刚刚是把这个公尺改为公分 后面加上除以一百 对不对 那这样就OK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float不OK的话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改成evil 不过这个我想应该可改可不改 不改其实也不影响 那其他的话就这个地方 float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还有逻辑判断 多重的就长这样 OK那除此之外 应该也就没有困难点了 那如果你有哪些不懂的 你可以再提出来 或甚至你可以把程式贴到chartvd 请他帮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 比如像这个format 你如果不懂的 你可以请帮我解释 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需要用到这个.2f OK 如果我假设我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三位的话 那请问我要怎么改 诸如此类的会不会答案 会很详细 剩下就是会问 所以我觉得有chartvd 有ai之后 我觉得学习程式的重点 应该要慢慢转换成以往要备一堆的程式 跟规则之外 然后慢慢改成就是 你要把问题直接丢给 把叙述给chartvd 他看懂 我觉得相对更重要 OK 好吧 请各位先试试看 所以这个地方BMI的部分 那这个BMI 这一题的话就过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再来看第三单元 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那个程式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回圈去数 那回圈的话 其实就是你要让这个电脑 帮你重复做什么事情 做多少的数量 其实你可以透过那个回圈 那回圈在Python里面就是两种叙述 一个叫for回圈 一个叫换回圈 这个其实我想其他语也差不多了 那基本上我的理解 for回圈后面通常是一个范围 反正就是通常会带一个range 如果你懒得记太多你就range就可以了 那如果呢 假设它不是一个范围 而是你也根本不知道跑到哪里为止 那你可能就要用why回圈 所以在Python的话呢 就是两个回圈叙述 一个是for 一个是why OK 那至于什么是用for 什么用why的话 基本判断就是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 比如说我想要什么 把1加到99 那我已经很清楚了嘛 范围很明确嘛 对 那你就可以用for回圈了 可是如果假设你不确定 我要1加到某一个数字的话 某一个数字 是某一个条件发生的 那你就不能用for回圈 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数字才会产生 那你就需要用到 why回圈了 OK 所以这个我想 请各位先把BMI 先完成 然后待会我们再针对那个 怀圈的部分 用CHARGBT帮我们写一下 第一题的话就是帮我们写一个什么 1加到99 而且喔 其实我这边有提示用for回圈 我是觉得根本连提示也不用 甚至你可以改啊 请帮我用file回圈写一个 可不可以 帮我写两个 一个是for回圈版 一个是file回圈版 可不可以 可以 以前的话你要自己改不太容易 但是现在有AI 哇真的是太好了 OK 所以我是觉得这真的差距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所以有这个AI的话 这对于写程式的人来说 真的是太大的福音了 OK 所以之前有同学常常讲说 老师还好我现在才学 但我以前学的话 我以前学真的太累了 我现在才开始学 那就很快乐的一件事 他说原来这样也可以 实在是太方便了 OK 真的也是这样可以吧 好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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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